炸丸子到底是用面粉还是淀粉呢? 马上就要过年了,还是有很多人搞不清楚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炸丸子的小诀窍 吃起来金黄酥脆,放凉了也不会回软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需要熬一个花椒水 锅中加上一小把花椒 一颗大料 再倒入400克的清水 烧开之后,煮上两分钟左右 像视频中这样子就可以关火 然后往里面加入40克的大葱段 30克的姜丝 先放在一边晾凉 晾凉之后,用手把它抓一抓 充分的挤出葱姜的汁水 一会儿丸子中,就不需要放入葱姜了 炸丸子,如果放葱姜,容易炸糊 吃起来口感发苦 搅拌好之后,我们过滤一下 留下料汁,放在一边备用 下面我们准备一个绞肉鸡 一斤的猪肉加入一个馒头 隔夜的馒头最好 馒头去皮之后,我们给它掰碎 然后盖上盖子 把它搅成碎末 接下来,准备4斤猪肉馅 把搅拌好的馒头末倒入猪肉馅中 扎丸子,选择前腿肉比较好吃 三肥七瘦刚刚好 然后用手把这个馒头末和肉馅混合均匀 这样炸出来的丸子口感非常的松软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许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小技巧 抓拌好之后,倒入我们准备好的葱姜水 把葱姜水打拌到肉馅里面 炸丸子,一定要最后调味 往里面加入一大勺的食盐 切记食盐不要加的那么多 再加入一大勺的鸡粉 一大勺白胡椒粉 一大勺的十三香 生抽老抽切记不要放 不然炸出来的丸子容易发黑 再打入4颗新鲜的鸡蛋 一斤猪肉一颗蛋 切记鸡蛋不要加的那么多 不然炸丸子的时候容易起磨 再次给它抓拌均匀 抓拌好之后,加入一大勺的面粉 一大勺玉米淀粉 面粉和玉米淀粉都有粘性 这样可以使肉馅爆成一团 前面我们加入了四个馒头 后面,这个面粉和玉米淀粉就不用加入的太多 如果加的太多,影响口感 抓拌均匀之后,我们再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这样我们在挤丸子的时候比较容易挤 会使炸出来的丸子表面比较光滑 抓拌好之后,下面我们就开始炸丸子了 油温四成热的时候,下入丸子 下丸子的时候,我们要贴着油面下 这样这个油不容易溅起来伤到手 刚下入锅中不要乱动,开中火给它炸至定型 定型之后给它捞出来 这个时候,这个丸子还没有炸熟 一会儿我们还需要再炸一遍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所有的丸子生熟一致 我们依次用这个办法,炸完所有的丸子 丸子定型之后即可拉出 然后再把炸好的丸子倒入锅中 这个时候开大火,把油温升起来 炸的时候,我们要勤翻动 防止接触到锅底的丸子糊锅 这个过程大概五分钟左右 看到所有丸子变色飘起来 就可以捞出控油了 这个炸好的丸子现在就可以直接吃了 如果想要口感更加的酥脆 我们可以再回一下锅 油温七成热,下入炸好的丸子 再复炸上十来秒就可以了 看到想变色的时候,立马捞出 不炸后的丸子吃起来口感非常的酥脆 炸好之后,倒入大盘中 一道金黄酥脆的炸丸子就做好啦 用这个方法炸出来的丸子 吃起来外酥里嫩 可以直接蘸着小料吃 也可以做黄焖丸子 或者是北方的石井砂锅 学会了,过年露一手 人人夸你是大厨 如果你也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们下期见